民进党政府在玩什么轨迹 其实在野党一眼视破 那包括赖世保委员就说 从他以堪灾唯有取消和解犯 但他还是要来立员备询 中间有时间可以和在野党沟通 可以见得执政党完全就没有诚意嘛 也对预算毫不在乎硬干到底 根本讲一套做一套 不要行政部门和在野党沟通 而且他说其实今天大家都来了 所有人都在立法院了 就可以讲了 那吃什么饭呢 对好那这个李燕秀委员说 如果民进党府院继续扮黑白脸 喝再多咖啡吃再多饭 也只是浪费时间罢了 在这边我们的网友手手 他就说 就是故意让韩院长穿小鞋 这才是真的吧 到底这个关韩国瑜什么事呢 也就是说如果弄不好的话 跟他有关是韩国瑜的事 会算在韩国瑜头上 但弄得好的话 当然就是赖清德的功劳了 所以在这边请教原知 事实上我记得在前不久吧 才是为了这个民主基金会执行长这个部分 林嘉隆也是找韩国瑜来聊一聊谈一谈 那谈完了聊完了之后呢 感觉起来各退一步了 这个事就有结果了 所以现在绿营呢 他们觉得要开启的是韩国瑜这条另外一条线吗 对有些人的解读是认为说 韩国瑜现在是做总统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自己也是认为说行政院跟立法院有遇到一个争执啦 那个真实来自于说因为立法院在上个会期 有通过进法补偿条例嘛 另外就是有做出就是健保点值0.95的主决议 还有包括就是工粮收购价格提高的主决议 那所以我们希望立法 我们希望行政院可以依照我们立法院 这些决议来变预算 可是问题是行政院它并没有按照我们的决议 或者是通过的法律来变预算 所以立法院的这个多数党就是认为 行政院的预算是违法的预算 希望它能够撤回重边 这是我们现在的主张 那行政院的主张呢是 他觉得做不到 他就觉得办不到 就是那个我们就是没有要按照 你们立法院的意思去做 所以这个事情呢 很可能会一直这样子僵持下去 可能会僵持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 导致于可能因为行政院的固执 坚持违法 然后让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套 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谁应该出来 去协调行政院跟立法院 按照我们的宪法 不就是总统赖清德吗 愿计调解对他 他出来讲一下 出来行政院 你也不要这样子一直坚持违法嘛 赶快人家立法院是民意机关 我们国家要依法行政啊 所以行政院你应该要做这个动作啊 把预算编组啊 理论上理想的民主国家应该是这样 但我们的总统消失了 我们现在总统他只在乎 一些我们认为是小的事情 比如说他只在乎民进党党团 有没有权援到齐 他喜欢做总干事 他不想当总统 对对就是说 每个人都要到齐哦 或者是他已经管到行政院干管事 比如环境部长 为什么你节能审探搞这么大 叫你节能审探 没叫你那么认真节能审探 就随便一下就好了 让医院可以混过去 他喜欢管这些细节嘛 他没有管那种大的 就是院记协商嘛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该管的不管 只好大家找另外一个人出来管嘛 所以就把韩国瑜拱上来啦 韩国瑜现在已经是五院之首 不要说五院之首 五院之上了 但问题是 问题是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是有点捧杀啦 因为我一向是以小人之心 度他们的小人之腹啊 就说大家真的觉得说民进党有 有那么好心吗 真的把球做给韩国瑜哦 把这个那么困难解的东西 看到韩国瑜一声令下吃一顿饭 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 然后可能是我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基本上他 他营造出说 把什么锅都摔给韩国瑜 只是说要营造一个说 你看啦 韩国瑜还不是没有办法 然后甚至于呢会 放一些消息出去说 哎呀韩国瑜跟国民党党团不同调啦 国民党党团就是不站在人民这边啦 连韩国瑜都看不下去啦 就是利用这个饭 然后去制造一些矛盾 然后问题不会解决 因为如果问题解决了 你就等于是韩国瑜 就真的当总统了啦 虽然不是总统的位置 但是就做了总统的事啦 所以民进党有那么好心吗 真的没有 所以我 其实我昨天我就 就预测 那时候和解办还没有 还没有 取消的时候 我就觉得和解办不会有结果 和解办就是一顿饭 就是大家去那个点水楼啦 觉得那个佛跳墙很好吃啦 觉得那个鸡汤好喝 就这样就这样而已 好后来他取消了 你看那个取消的理由 也让你觉得很 我觉得 很牵强是吗 很牵强啦 因为他有一个理由是讲说 因为参与和解办的委员 都要去大部分都要去勘灾 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 委员是来自于屏东高雄 对 最远的就是蔡逸渔嘛 蔡逸渔是嘉义 好那 所以其实这个理由 我觉得他只是用勘灾当借口 就把和解办把它取消 就让这个话题更延续一点 那现在要延续 可是他说改到下周啊 那 卓中泰说改到下周 他说 他说 问你这个时间还要再协调吗 还要再协调就有可能有变数啦 那有就有可能变数 那所以我个人是不对 就有可能吃不成 我是不对这个和解办 抱有太大的期望 我真的不知道抱有太大的期望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解决 根本也不用吃饭 这不用吃饭嘛 就是你只要行政院你依法编列预算就解决了啊 对不对 你解决也可以去吃庆功宴嘛 你没有必要去吃这个和解饭嘛 他那个就是 就是故意让这个过程当中增添一些话题 我认为就是这样 那张敦涵很奇怪 因为像蔡英文总统当八年 我很少看到 傅秘书长会出来受访了 然后把每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赖清德的好奇 例如说他到底有没有跟将官有冲突啊 或者是他对预算的看法 或者什么什么 就从头到尾这样讲一遍了 没有看过 过去八年我没有听过他讲这么多话 好像好像没有 所以张敦涵应该就是赖清德总统派出来做公关的嘛 就是去营造赖总统的人设 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这样 所以他讲的话你要打一个折扣啦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出来公关的 所以你要打一个折扣 那他可以叫民进党的立委讲啊 可能就是代表性吧 是不是 因为像吴思耀讲话 没有什么公信力啊 所以我们他讲话可能也大概也没有什么相信 你知道吴思耀讲一个 他说总统是很派 超派 超派 然后他去定义超派 派不是凶啦 他还讲说什么 像罗志强那种凶就不是派 他只是凶 黄国昌也不是派 黄国昌只是咆哮 只有赖清德的那种派才是距离力争 有为有守 严所当言才是派 然后这是他的定义的派 但赖总统也没有距离力 他也没有严所当言啊 像他去骂那个 那个 花莲县长徐政委 他自己搞错数字啊 他去 他去那个质疑国君 也是你总统府叫人家不要站起来啊 不然 将官谁不会站起来啊 将官站起来是很正常的事啊 刻意不站才奇怪好不好 是因为你们叫他不要站啊 那你去讲这些 其实都不是严守当言啊 所以 无事要讲话 我觉得已经 很好笑了啦 所以没有什么公信力 那这个时候 有了一个总统府 副秘书党头衔出来 一些都专访 那当然看起来好像 稍微比较权威性 可是我觉得 张中涵讲一个东西啊 我觉得 也是很莫名其妙 他是喊话韩国瑜 他说叫韩国瑜 知道预算是人民 很重要一件事情 莫忘事上苦人多 所以叫韩国瑜 赶快去把预算通过 其实张中涵 你每天都在赖清德身边 很有机会出现嘛 你应该照三餐 把这句话 念给赖清德听才对啊 对不对 你只要一看到赖清德来 莫忘事实上苦人多 原住民 农民 医护 你就一直喊一声 然后 忽然间赖清德总统 顿悟了 对对对 我欠医护一个道歉 因为我曾经讲过一点要 一点一元 这是他讲的 我们现在只是 零点九五哦 对不起医护 好 我赶快给他编进来 然后原住民 对不起你们 原住民 我们应该补偿你们 应该六块钱 我又欠你们钱 然后就补 对因为如果 你张中涵 你与其接受广播 去跟韩国瑜喊话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跟赖清德 照三餐念给他听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敢才有鬼 对对 不要忘了他是小英人 他可不是韩国瑜人 他可不是赖清德人 对 不过回过头来 回到韩国瑜这边 其实蓝轩这么看嘛 就是说 是不是对赖清德来讲 怕吃完了这顿和解饭之后 韩国瑜会越来越强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 会分短中长期的一些战略来看 因为就长期来看的话 现在可能还看不到 那么的远的地方 说到底可不可能 在什么总统的职场局里面 韩国瑜重新在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等等 他会不会再参选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未来的事情 所以他的作纳 在政治的 这个实质上的一个权力当中 甚至选举里面 会不会构成赖清德的对手 我觉得这会想的太远了 但是未必不会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人 先想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重点在于说 我认为在现阶段的眼前 他们是需要韩国瑜的 希望他变大 希望他大到 看起来是一个全民的院长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非常荒谬 就是说当这个赖清德 他不打算做全民的总统 但他们却期待呢 这个韩国瑜做全民的院长 因为当他做全民的院长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呢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原本在任何一个法案上面 任何一次的举手表决上 都会趋居弱势的民进党 只要一旦蓝白合作起来 其实民进党没有什么好玩的 坦白讲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 永远就是用一个对抗的方式 就是他就是不服气不服输 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 他就必输无疑嘛 那怎么样子可以扭转 必输无疑的状况 那就是找一个韩国瑜 当韩国瑜处处都说 哎呀我们要周到啊 不要顾全大局啊 我们要为股价的发展来做打算啊 我们好吧 坐下来喝个和解咖啡吧 好吧坐下来吃个和解饭吧 就某个程度来说 他确实扮演了一个院长的 这样一个象征性的 而且希望的朝解和谐的角色 但某个程度来说 他却成为了民进党 他看起来必输无疑的某种掩护 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很明显 他就是在在的希望去利用韩国瑜 然后的话呢 就是米平他在 或者说去补足 他在表局的时候呢 这个属人头 永远是属输的 那甚至的话呢 某个程度如果说 在有些议题上面 还可以去创造 刚才原济也讲到 就是在野党内部的一个 一些矛盾 一些可能的分裂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眼前的话呢 他确实是希望呢 这个韩国瑜继续的大一点 那继续的无私一点 那继续的呢 扮演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但是反过来讲 我就说这个对民进党来说的话呢 我就要很清楚的看透它 它就是一个策略 就是即便像今天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另外一个 可能待会也会讲到的 我今天还在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立法院又表决了 表决什么 说是总预算 总预算不是还在行程序委员会里面吗 搞半天民进党又把它提出来了 所以要把它进行这个什么临时提案 要把它摆进一层里面 因为一层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部分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的这个蓝白 再次吸手 又把它否决掉了 那你说这样子 他干嘛玩这一趟呢 当然要玩这一趟啊 他这一趟从我们刚才讲 这个和解饭开始吃不了的原因 其实他就是要拿这次的风灾 拿再次的这个风灾 在野党不顾人民忘记了世上苦人多 同时再次的风灾总预算 就演给他再看一次 整套的 对 就等他再演一次 就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不过坦白讲啦 我觉得他在 试图在玩韩国瑜 我不觉得韩国瑜自己不知道 我认为韩国瑜 他韩国瑜在台湾 过去这十几年来 他在政坛上面的起起伏伏 冷冷暖暖 他会不知道吗 我觉得他已经练成精了啦 所以只是说他今天知道 再怎么样 他必须要站在一个院长 因为我觉得有所谓的理性跟感性 有所谓的大的格局 跟政党之间的一个 一个竞争的关系 在大的格局上面来说 他这个立法院长 他期待自己做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 只是说呢 在这个做到一个无私的 一个全民的院长的角度当中 你觉得他不知道朝野的权力游戏 在玩什么吗 我觉得他知道 只是说在没有需要必要的时候 他不需要去扮演出若干 他觉得要偏向谁的角色 但是关键时刻 或者说若民这样玩得太过火的话 我也不觉得他会被他们 这样的玩下去啦 但是反过来说 比方说像我觉得他在 中华民国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做得非常的彻底 我觉得相当频度的 我觉得大家试着去回想看看 我觉得民进党想要复制一个王金平 简单说 但是问题是在我觉得韩国瑜跟 王金平有一样的地方 就他们身边都算是中华民国派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王金平被认为是一个 国民党内的本土派 而且他对中华民国 虽然他坦白讲他始终如一 民进党用尽 空过去我们跑去到现在 他从李登辉时期 就是用尽多少的方法 想要把他拉走啊 想要怎么样 其实坦白说 王金平都守住他要守的分寸 只是说他没有像韩国瑜 这么去凸显 时时刻的凸显 中华民国虽然强调他 所以有些人对他还是有点点 是似乎觉得他对民进党 太好了一点 心生疑惧 或者说在太阳化的时候 也认为他似乎 相对来说似乎太软了一些等等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是想要复制一个王金平 因为对他们有利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是王金平 也不是王金平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不要玩得太过火 因为我真的不觉得韩国瑜 是个省油的灯啦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的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CE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队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酱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ACE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